国家主席习近平29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 欢迎芬兰共和国总统亚历山大斯图布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 天安门广场上明里炮21响 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 陪同司徒部访华的有总统夫人 环境和气候变化部长农林部长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军乐团奏分钟两国国歌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裂式 司徒部适应习近平邀请对我国进行博士访问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